就是我跟你讲 他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异性 就我们俩去哪儿 他都会带着他的那个异性 就是一些很小的细节吧 就假如我们过马路 他不仅会牵着我的手 还会牵着他的最好的 异性朋友的手 我们一起过马路 然后玩游戏的时候呢 他们俩玩的 会比我们俩玩的还好 然后吃饭呀 他会给我加菜 也会给他异性朋友加菜 我就觉得咱们仨在一块 我好像多余的 我说你怎么还能吃他醋呢 他 他跟我就是好哥们好朋友 我们很早之前就认识 在这儿咱俩没有在一起之前 我就跟他特别好 咱俩在一起之后 我也把你介绍给他了 他也特别喜欢你 你怎么还能吃他醋呢 格局太小了吧 那我问你 男女之间有纯洁的友谊吗 男女之间怎么没有 纯洁的友谊啊 他就是一个妹妹 我觉得你 这些女生是怎么了 你们是气氛还是觉得怎么了 我觉得你在乎他比在乎我还重要 咱把格局问题放一边啊 到底是你的格局大 还是他的格局小 一会儿咱们再说格局 听明白了 就是男生好像在 处理跟异性的关系上 你觉得尺度 分寸界限都不好 是吧 还有别的问题吗 今天来 有 有 说其他的 就是 平常那个 就是节假日 或者过节 我过生日啊 他都不会给我准备礼物 我没给你准备礼物 我转账 521 1314不是礼物吗 那转账 谁不能转个账啊 你会给你朋友买玫瑰花 你从来不会给我买玫瑰花 你能不能不要在这 胡说八道啊 难道你没送上 你玫瑰花吗 他 就是我们 也是很早以前的事了 他老拿着给人说事 就是他过生日 然后 大家在一起聚嘛 就随手 送着玫瑰花 那你送过我玫瑰花吗 我怎么没送过你呢 咱俩刚在一起 我送你那么大一束 那都是刚在一起的时候呢 现在呢 以前你都主动说 陪我逛街 现在呢 你不仅不陪我逛街 你还天天玩玩戏 你记得咱俩上次 因为啥挑战吗 提前5天我就告诉你 陪我逛街 那天我花了一个 特别精致的妆 咱俩是不是要走了 然后你接个电话 你说你朋友叫你 玩玩戏 又开始胡说八道了 我说打电话 我说宝贝 我求求你了 你就等我10分钟 我10分钟马上到 我话没说完 手机摔了 10分钟你等不了吗 那我等几个小时都等了 你10分钟等不了我 那你出对象干嘛 你这天天玩玩戏 你们确定你们在读书吗 读书 爱好吗 平时 酒吧 很早以前了 现在变好了 好了 好了 现在是什么样了 现在就是酒吧基本不去了 现在喜欢打打篮球 然后但是现在 我因为是大四了嘛 然后我学这个专业吧 现在要很多事 特别特别忙 然后就很少有那些娱乐活动了 对 是吧 姑娘 不是 不是 不是哈 她虽然现在不去酒吧了 但是她还会经常跟一星聊天啊 或者跟别人出去看电影 啥 跟别人出去看电影 这绝对是胡说八道 你把你每团记录都打开看看 宝贝啊 你能不能不要胡说八道啊 不是这个咱们先把这问题回答完了再乐吧 就是在一起的搭档 然后晚上 她的所有蛛丝马迹 其实我发现你全了解啊 全查到了 特别得意是吧 还受得了呢 她们笑是 觉得 你听懂那笑声里的意思了吗 听到了 你还乐吧 你还乐吧 你还乐吧